主料,白菜300克,主量,姜丝一块,葱丝一段,干辣椒四根,醋一茶匙,盐一茶匙,味精四分之一茶匙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白菜洗净切丝,蒜香切丝备用,辣椒切碎备用,锅内热油放入干辣椒姜丝葱花爆香,放入白菜翻炒,把白菜翻炒变软,加入白醋,要多点,加入盐, 味精调味后即可,烹饭技巧,我比较喜欢醋的味道,所以多放了一些醋,醋有软化血管和美容的作用,所以适当的吃点还是很好的,加白醋和橙醋都可以的,白醋就颜色漂亮一点,白菜无需翻炒太久,熟了即可,太久营养都流失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